自会术 小猫们 你想成为智慧宝宝吗 好 出发 挥挥双手 拍一拍肩膀 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术 眨一眨眼睛 转个圈圈 和我一起来吧 指挥术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智慧宝宝就是就是我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智慧乐园 马上就到它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智慧宝宝就是就是我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智慧乐园 马上就到它 智慧宝宝宝有好多好玩的游戏啦 小朋友们 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吧 城中的爸爸 漂亮的妈妈 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术 家长小伙伴 带上娇娃 和我一起来吧 指挥术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之灰宝宝就是就是我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之灰乐园 之灰乐园 马上就到他 现在就请你 跟着我出发 之灰宝宝就是就是我 现在走进你 跟着我出发 智慧乐园 智慧乐园 马上就到它 智慧树上 智慧我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 草贝2加1 草贝2加1 快乐作游戏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红手锅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绿泡泡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乐园 风果果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的节目和 以往的节目可能有所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今天我们参加节目的三个家庭 他们可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 相信他们一定给我们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呀 真的是太棒了 赶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苹果家庭小队小队长房一轩 今年五岁 来自天津市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的家庭口号是 红车额队长房一轩 红轩额队 建车是我 红轩额队 我最棒 大家好 我叫房一轩 我喜欢画画和做手工 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我也会做棉花糖 自己做的棉花糖真的好吃啊 我可是很想吃货哦 好吃的都到我嘴里来 这个树树可厉害啦 他能把看到的东西都剁出来 我和爸爸妈妈就要去参加学会树啦 小朋友们 为我们加油吧 你会唱小星星吗 不会啊 那我当你好了 好啊 牛跑掉哦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 三头六臂 倒下不如 他的手中有一点轻 现在我学会了走路 谢谢你光顾我的小怪物 你是我写过最美的情书 又扣住一个家的幸福 爱着你呀 风雨无阻 老爸 老爸 我们去玛利亚 有我在这 远不怕也不怕 跑黑 跑黑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陪你来说 波罗家庭小队长 陈思雨 今年五岁 来自河北省邯郸市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的家庭口号是 波罗 波罗 最棒是我 我还是要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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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为了参加宝贝二加一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横导 宝贝妈妈你们辛苦了 我们一定能组得好成绩 加油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蓝梅家庭小队长杨祺宇 今年五岁 来自江西省吉安市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的家庭口号是 蓝梅蓝梅女座不同 大家好 我叫杨祺宇 是个爱美的小姑娘 我喜欢玩拼图 看屏好了 我很棒吧 我再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我有一只小猫 我从来也不停 有一天我谢谢 那超级的去感激 我手里大姐小屁屁 我心里针对你 不知什么 这就是爱美 聪明 爱表演的我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吗 小宝贝 为彩虹和你约定 风雨过后 阳光会微笑 平安的庄的 迎接希望的未来 就像风尘黄绿蓝天子 小宝贝 为彩虹和你约定 一起走 我童年的记忆 快乐的唱歌 迎接灿烂的未来 就像风尘黄绿蓝天子 彩虹 一起往北 也是最真的爱 轻轻抱贝 我们爱你的永远 爱是幸福人类 也是永恒的爱 轻轻抱贝 还把你直到永远 宝贝猜猜猜猜 到了我们宝贝猜猜猜 这个环节了 在每个小朋友的面前呢 都有一个像跑道一样的 一个东西啊 一会儿呢 哪位小朋友 率先爬到对面 音响抢答器 才可以得到一次答题的机会 答对了 当然就可以为自己争取这个 那如果第一个强盗 这个问题的小朋友 没有回答出来 怎么办的 如果第一名 按响抢答器的小朋友 没有答对的话 那么自然 这个机会就留给 第二位 抢答道的小朋友 依次内推 如果三位小朋友 都没有答对的话 这题就作废了 现在我们来听 第一道题目啊 第一道是常识题 请模仿出以下两种动物的叫声 狗 猫 来 三位王准备好 预备 开始 好的 刚才在这道题目当中 率先按响抢答器的是我们红队的苹果宝宝 来 请模仿出以下两种动物的叫声 开始 喵 这是什么动物 猫 好 第二个 猫 猫 这是 狗 好 回答就接 第二道题其实啊 应该是挺简单的 也是小朋友必须要了解的 请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都有哪些颜色 开始 哎呀 这又是红队 还是我们的苹果宝宝速度快了 那么一点点啊 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 有哪些颜色 选回答 红色 还有吗 还有什么颜色 必须得说出所有的颜色 不知道了 好 那第二个抢答的是我们的 猫肉宝宝 红色 蓝色 确定吗 不知道 来 蓝莓宝宝 红色 黄色 回答正确 第三道问题啊 是一个歌曲接力 上半句 很简单 小燕子穿花衣 大家都听过 接下来该怎么唱 开始 加油 加油 这次啊 还是我们的苹果宝宝最快 但是第二名变成了蓝莓宝宝 小燕子穿花衣 接下来怎么唱 我问燕子你会上来 燕子说 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除了没在吊上的 全都在吊上了 真不容易 词对了就行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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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回答七点 接下来是一个谜语 先听好了 明面是这样的 叮铃铃 叮铃铃 一头说话 一头听 两人不见面 说话 听得听 哪一个生活当中的用品 我们家里都有啊 来 几备 开始 快快快 黄队宝宝加油 快 好的 那率先抢到的 还是我们的红队的苹果宝宝 请作答 有话 没错 答案说的也是 斩钉截铁 还轻音还小 是的 来 回到起点 我们来听 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题是这样的 彩虹 这有点难 彩虹有几种颜色 我觉得其实也够难 对 准备好 不要说出答案 开始 我的天啊 好的 来 我们请波罗宝宝来作答 彩虹有几种颜色呢 七种 偷偷 黄绿 七种男子 最后一道题了啊 问 小鸡 有几条腿 啊 问题非常的简单啊 这太简单了吧 准备好 开始 加油啊 加油 我们看美 好 我们的波罗宝宝 这个小伙子是拼尽了全力的在往前爬 你想到了这次回答的机会 小鸡有几条腿 两只 两条 给我说的都晕了啊 好的 来 我们一起为自己鼓鼓掌 小朋友 好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个环节当中 三个宝宝 他们的成绩如何 宝贝塞塞塞 计分成绩 营果宝宝得到三颗指挥星 菠萝宝宝得到两颗指挥星 蓝莓宝宝得到一颗指挥星 金子大比拼 吹乒乓球开始了 一个大朋友把乒乓球从水盆里吹出来 宝宝将球弹到桌子上 另一个大朋友来接球 在规定的时间内 接到乒乓球最多的家庭 获得五颗指挥星 第二名 获得三颗指挥星 第三名 获得两颗指挥星 好 到了我们妻子大比拼 这个环节了 今天呢 我们的三个家庭 要来玩一个运送乒乓球的游戏 好 那首先进行游戏的呢 是我们红队的苹果家庭 来 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 一 二 三 开始 红队 红队 我最高 红队 红队 我最高 准备好 计时 开始 这个要快啊 搞得非常的开心啊 吹乒乓球的时候啊 需要有一定的爆发力 哎呀 小朋友 一定要看准 往桌子上扔啊 加油 好好弹啊 好的 非常棒 在合作来吹乒乓球的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最累的应该是爸爸 因为我觉得这个吹球的工作 的确是非常要练他的肺活量 这一点做妈妈的可能是有一点难度 但是没关系 因为我们三个人呢 可以很好的分工 那么在最后呢 这个宝宝扔球和我接球的环节 我觉得大家配合的还是不错的 还不忘看一下镜头 我们的苹果宝宝一看就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小朋友 一个乐天态啊 好 时间快要到了 加油 好的 来 快 还有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了 一 二 三 四 四个 好的 也不错啊 为自己鼓鼓掌啊 好 接下来看看我们黄对菠萝家庭的表现吧 请让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 一 二 三 开始 菠萝 菠萝 碎盪是我 好 加油 计时 开始 好 菠萝家庭是由妈妈来吃乒乓球啊 哎呀 这个就不能算了 好 下一个 别着急 好 其实乒乓球还是很考验我们的这个肺活量 爆发力的啊 太好 菠萝球推球我觉得挺难的 我有几次失误的地方 然后孩子表现还是很棒的 因为他之前没有弹过这个菠萝球 现场学的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他爸爸那边接球让我做 好 加油 哎呦 这都可以 小朋友好好扔 这个时候就不能着急 加油 哎呀 好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的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时间到了 好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啊 来 一起数 一 二 三 四 四 共是四个 哎 跟我们 比我家庭的成绩是一样的啊 好 那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蓝梅家庭的表现吧 好的 喊出你们的家庭口号 一 二 三 开始 蓝梅 蓝梅 宇宙不同 来 准备好 启示 开始 好 首先是蓝梅爸爸啊 在飞乒乓球 在乒乓球这个比赛环节当中呢 我这衣服呢都全熟了 感觉呢 很开心 我也就回到了我原来童年的时候 这种感觉 爸爸这个技巧还是不错 但是这个身体 不吸 身上都能往下滴水啊 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啊 我们看到 好的 好 可以吹了 好的 太遗憾了 使点劲儿宝宝 加油 使劲儿 好 好 好 时间快到了 加油 快点快点 快快快 好 还有五秒钟时间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二 三 四 四个平方球 四个 来 我们所有自己的家庭 鼓掌 鼓掌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新子大笔拼 环节结束之后 三个家庭的成绩如何吧 新子大笔拼 计分成绩 苹果家庭 得到五颗智慧心 波罗家庭 得到五颗智慧心 蓝莓家庭 得到五颗智慧心 气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 究竟是哪位宝宝 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呢 知道今天的三个宝宝 来自祖国各地 究竟是来自天津的 非常风风火火的 我们的苹果宝宝 获胜的呢 还是我们的小帅哥 来自河北邯郸的 波罗宝宝 更胜一筹 还是我们来自革命老区 江西井冈岗山的 小美女蓝莓宝宝 最终胜输呢 接下来 就先连续为大家宣布 获得今天冠军的 就是我们的 灵魂宝宝 恭喜你 到了啦 其他两位宝宝 今天表现得也很出色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们的三位宝宝 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 我们都会得到奖牌 还有证书 那下面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我们的好朋友 小咕咚 欢迎你 欢迎 耶 他们还将获得 由我们栏目提供的 新美礼物 那就是好玩的 罗技玩具 在这里再次祝贺 三位宝宝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如果你也想参与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成为我们的智慧宝宝 别忘了 可以给我们写信哦 是的 我们的地址是 北京市 100038信箱 尼尔三飞箱 智慧树树栏目 咕咚手 邮政编码是 1000038 说的没错 如果电视之前 还有大朋友或者小朋友 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智慧树栏目的 精彩内容 或者是有什么好的意见 和建议的话 都可以通过 评付上打出的方式 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最后 大方的小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 还出我们口号 来 一起说 宝贝2加1 快乐做游戏 再见 再见 在下周一的 瞧瞧手中 我们要决作 可爱的纸盘蜜蜂 是不是很可爱呢 快看 还有好多 其他的小动物呢 你们是不是 也想做一个 主于自己的 纸盘小动物呢 那就准备好材料 和我们一起来制作吧 再见